传统的黑板呢 鞋满一整百的时候呢 清理的时候呢 学生或者是老师自己 大概都吃了很多的粉笔灰了 那么如何可以防止这个粉笔灰 满天飞扬呢 一直让人脑力激荡 现在在市面上有一种新的 研发的这个产品 用水就可以擦拭清洁的黑板 解决了本钱的问题 黑板上满满粉笔 自己擦黑板 先拍同学旧高章 不缩短片是台中语中 还为了这恼人的粉笔灰 概念设计吃粉笔灰机器人 不过要彻底解决粉笔灰问题 市面上确实已经有新发明 黑板上写的像是粉笔字 但是老师一擦拭的时候 却没有粉笔灰漫天飞扬 仔细看这块板擦 还是沾水使用 就是没有粉尘 第一个这个是很大的一点 就是以前的黑板 就是用粉笔写嘛 那你这样子写的时候 然后粉笔会一直飞 小朋友的桌上都会一层灰 把那个粉笔会 灰掉 现在就没有了 我们是水溶性的笔 是用水擦的 完全没有粉笔本色 请进韩国设计 水溶性色笔 写在特殊材料的版面上 黑白板擦拭起来 不会再让人变灰白板